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大鞋膽賽馬頻道 明晚12月27號,谷草上演8場 採用全闊A跑道,就是2017年最後一次夜馬 有點心想推薦給大家,總共3場 第一場推薦是11號,唐痴斗 這隻馬季初的時候已經用過雷神 但當時評分有點高 33分,拼下去也沒了 現在減了一輪分,減了27分,已經回到夜馬分數 再用雷神,跑谷草1800就相對比較好 賽前也試過了泥閘 莫雷拉親試的,都要用心思去操 這次轉過來,跑谷草1800位正宗路程 用回贏馬最多的雷神 暫時有4倍,應該都想為這隻馬交代 始終都是減9分5班,等機會開齋 再下來,第三場這隻 7號馬天翼 這次呢 上次的時候已經看到他了 跑國際騎士錦標賽的時候 配上韓偉傑,看到他沿途的跑法 相當之蝕卓的 看一看這條影片就知道了 這隻綠色3的 沿途就在後面 9號馬這隻天翼來的 藍袖6-3 沿途留守著沿途尾3的位置 他就放棄前段了 但這場馬前面的步速都不快了 你看到指電明珠在前面 放棄後都可以進去 他就在沿途尾3的位置跟 跟得很順 一路跟,突然出了3碟 不知道為什麼 看空了一點 這隻姜誠不是很好 這隻馬功臣 馬功臣 這隻馬功臣 但是他繼續留守著尾3的位置 好,留意他轉彎的時候 這裏開始走到外面加速了 這裏沿途 一路轉彎一路踩上去 再直撐出大外檔 嘩,你看他已經洩位無數了 這裏繼續推上去 有的隻馬 這裏一路推 越追越近 這個時候 內蘭放眼亮 洩了空位 迫了上去 內蘭 指電明珠就力 捱著 他後上不及 只有第三 但你看他整條片的走勢 由轉彎開始 走到外面 大外檔一路加速 他那段力都頗長 但是呢 真是洩位頂不住了 步速又慢 洩位又多 回到來 只有第三 那就用這個 韓偉傑上次 那這次呢 就用回這個 和蘇寶羅都夾當好熟的 潘當排四檔 那邁門呢 庫鍊呢 亦都一手摸著的了 一路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號 這幾個貨架 都是庫鍊一手 親操的 無論拍跳、度步 都是庫鍊一手爆麻 所以呢 看到他上次的走勢 今次換回熟路的騎斯潘盾 就一定要留意著的了 一定是跟你去馬的了 3.9倍 和祥銘記心中這些 在五班贏到上來 四班沒有理由再贏的了 所以一定是不能看他的 一定是天意的 這場出後 最後一場心水 八場二號加州議長的 這隻馬呢 一路跑短途 那都 只有一個近字 一上不到名 跑不到短途的了 這隻馬已經是一定要千四 那他跑了兩場短途 自在粗起狀態的 上季的時候 雖然贏過泥地千二米 但是季尾都已經是千四米 有好表現的 這個分售也減到90分了 暑期 陷了的這隻馬 現在呢 有幾場 被他 恢復回呢 去到這個水位呢 評分又減回去呢 加上 狀態已經穀起了 上次跑千二米前 也試了泥閘 彈了泥閘 這次 跑完上路後 再加強操練 最後也拍分破泥閘 告仔 近排 加州系都已經是相當順手了 贏了幾場 剛剛那天 23號也贏了一場加州載魚 輕日繼續 加州系都應該是繼續出擊的 這次排的二檔轉過來 二班跑這個谷草1650 相對對手就減弱了 你一天頭馬 萬馬飛騰 100分 頂起了那些磅 他只背123磅 再用了無險冬 減多7磅 116磅 輕飄飄 就可以在前面扯戰扯走 那就相當好跑了 排著他二檔 同場對手也不會太多快馬 他應該可以留守好位的 入直路就一衝而過了 明天三場心水 祝大家 2017年 飆荒美會 順順利利 是這樣